明府新上任一位赵志福,他头一次做地方官,非常重视礼节,对民情却知之不多。 赵志福住进大明府衙,总听到远处有一阵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传来, 周也不停,像蚊子一样在耳边哼哼,没过几天赵志福烦躁起来,换来钱点利益位。 得知是永昌金箔铺打金箔的声音,赵志福皱着眉头说,不就是一家金箔铺吗?也不知道休息一会儿。 大人,不要小瞧了攒着永昌金箔铺出产的金箔质量上重远潇海内,十分的抢手呢。 赵志福用了一声,哦,是吗?之后说,跟我瞧瞧去。 一队人马向西走了几里地,就是影昌金箔铺,凑近后,那叮叮当当的声音顿时响成一片,震耳欲愣。 金箔铺老板,远远跑过来跪在地上,迎接赵志福。 赵志福进了金箔铺,高老板抓起一把锤子,对着梁上悬挂的一面大锣,狠狠地敲了一下。 随着慌的一声裸响,铺子里埋头敲打的匠人们顿时停手。 抬头看了赵志福一眼,稍微一点头,随后低下头,轮起锤子,又敲开了。 赵志福正准备结束他们的跪拜,懂了好一会儿,还是那片叮叮当当的声音,闹了半天,将人们根本没工夫搭理他。 赵志福脸顿时拉得老长,扭头就走了。 赵志福生气地说, 哼,这帮人是看不上我这新来的志福吧,你们大名府都是这样吗? 浅点力说 啊,大人您误会了,金箔铺这个地方特殊,他们不是不恭敬您? 停两锤子已经是向大人您治理了,这是一个老传统。 赵志福听后差点跳起来,嗓门不由提高了八度。 哼,什么老传统,重合体统,你即刻查封金箔铺,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空,来参拜我。 浅点力急忙劝阻。 大人,查封金箔铺关系重大,使不得啊。 赵志福摆摆手说, 黎明没有官威,怎么冲呢? 照我说的办? 永昌金箔铺关门了,听不见叮叮当当的声音。 赵志福歉意极了,心说, 哼哼,不给个下马威,真不知道资格是几斤几两了。 谁知这一天早上,赵志福坐轿子出门工干,听到前面人声喧哗, 钱点力慌里慌张地跑过来说, 大人,不好了,永昌金箔铺工人们和他们的家属啊,都请愿,要咱们给个说法呢。 赵志福说,不必理会,轰走。 这只是个开始,赵志福这一路上被拦了很多次, 一会儿是外地客商说进不到货, 一会儿是药材铺说缺了一味药, 一会儿是大户人家说大梁没法贴金。 这天晚上,赵志福早早睡下,刚闭上眼,就见几十尊神佛硕百个罗汉扑了上来, 纷纷地说,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现在我等有几处寺院里的金身, 上带贴金,却迟迟等不来金箔, 原来是你害的我等穿不上衣服。 来,来,来吧, 让我懂,拔掉你的官袍, 让你也凉快凉快。 赵志福惊叫一声熊来, 出了一身冷汗, 他即刻叫来钱典礼, 问道, 这个金箔,